屈原对于楚国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为什么有人说屈原死了之后 楚国就完了呢 中原前278年 楚国大夫屈原 失火落魄的来到了密罗江派 望着滔滔江水沉默不语 这一年呢 屈原已经62岁了 30多年以前 出生贵族的屈原 年纪轻轻就踏入了仕途 后来因为才学过人 深得楚王器重 所以很快就成了楚国的高层官员 当时的屈原呢 满怀报国之心 因为自己可以凭借一己之力 改变整个楚国 但是结果呢 屈原奋斗了几十年之后 非但没有改变楚国 反倒是把自己给折进去了 后来还被彻底贬官流放了 而屈原被贬官流放之后呢 老国王就被骗到了秦国 而后被囚禁致死 新国王又不想替老国王报仇 反倒是继续昏昏恶恶的过日子 导致楚国进一步的衰落了 在不久之前 秦国再次进攻 刚刚打下了楚国的首都 连首都被秦国占领了 那此时的楚国到底衰落到了什么程度 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几十年之前 年轻的屈原曾经愁出满志 认为自己一定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 但是如今呢 幻海沉浮几十年之后 屈原发现 自己什么都没能改变 唯一被改变的 只有他自己而已 眼前滔滔的江水 屈原唯有沉默 正所谓挨打莫过于心思 当一个人坚持一生的理想 彻底扑灭之后 这对于一个人的打击 那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屈原不是一个怕失败的人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啊 此时的他 根本就想不出任何办法 能够改变现状 能够看到问题 但是却想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才是最残酷的 见到屈原出现在密罗江畔 附近有一个打鱼的渔夫呢 很快就来到了屈原身边 屈原做官的时候啊 这官生极好 所以渔夫也很佩服屈原的为人 愿意和屈原多聊聊天 而接下来呢 这两人之间就有了一番流传千古的对话 渔夫问 说您不是楚国的高官吗 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 屈原回答说 世间都是污说的 只有我是干净的 世间人都喝多了 只有我是醒着的 所以呢 我就被那帮人赶到这里来了 屈原又问 说既然大家都这样 那你为啥不合群一点 像大家一样呢 屈原回答 我宁可跳秧 买股 渔夫也不愿意和他们一样脏 这样一番对话之后呢 渔夫知道 自己恐怕是很难理解屈原的苦 同时也很难为屈原排解心中的寂寞 他能做的呢 只是陪屈原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而已 而屈原也知道 渔夫虽然是好人 但是他同样也无法理解自己的痛苦 或许呢 整个世界早已经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痛苦了吧 就这样 在江边徘徊了输入之后 屈原是越想越觉得郁闷 所有的问题呢 他都找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抗争过 努力过 但是最后却什么都改变不了 什么都做不了 或许也不是什么都做不了 至少呢 他还可以干干净净的选择去死 所以呢 在这一年五月初五 屈原身头蜜罗江而死 既然我无法改变这个浑浊的世界 那就让这个纯净的江水带走干净的我吧 这就是屈原投江的故事 屈原的这次投江呢 对于后世显然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呢 就是后世为了纪念屈原 将屈原投江的这一天设定为端午节 所以今天的我们呢 才有了端午节的三天假期 而除了端午节的三天假期之外啊 屈原的这次投江呢 对于战国时期的历史来说 那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甚至后世有史学家戏称啊 自从屈原坠江 原本还有半个希望的楚国 此后就彻底没有希望了 那么屈原的这次投江 对于楚国的历史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 为什么当时屈原会走投无路 多次被扁住呢 当时的楚国朝廷 是否真的那么黑暗呢 而当时的屈原 除了跳江那条路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呢 想要说清楚这些问题啊 我们还得先从楚国的历史开始说起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 最活跃的一个祝货国 楚国的历史很长 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州初期 当年武王伐赵的时候呢 楚国的先祖还只是一个南方的小部落 但是就是因为 在这场商周交替的历史潮流当中呢 楚国的先祖战队正确 选择帮助了周王室 所以就成了胜利者 因为战队正确 这周朝开国之后呢 还给了楚国一个子爵的爵位 在周朝的五级爵位置当中啊 子爵虽然不是什么太大的爵位 但是这却意味着 楚国自此之后呢 可以从一个部落 变成一个诸侯国了 正是靠着这个诸侯国的身份 此后在西州时期呢 楚国开始在南方不断崛起 尤其是到了西州中期啊 随着周王室自身达到巅峰起 周王室开始向南方扩张 讨伐那些不听话的诸侯国和部落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楚国也跟着周王室的步伐 占了不少便宜 等到西州后期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的楚国在南方已经是排在上号的大国了 到了这个时候 楚国自身的力量就比较强大 再加上楚国地处南方 距离周王室也比较远 周王室是想管也管不着 所以到了西州后期的时候呢 这楚国已经开始逐渐独立 就连周王室也管不了楚国了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呢 随着一场烽火西诸侯事件的发生 历史进入到了春秋时代 到了春秋时代之后呢 随着周王室进一步的衰落 原本就不太听话的楚国 自然就更加放飞自我了 所以呢 在东周初期的时候 楚国在南方几乎就是跑马圈地 反正南方也没有什么太强大的诸侯国 而且很多地方呢 更完全没有人 这种状态下的楚国 想要扩张起来 自然要远比那些中原诸侯国更加容易了 就这样 经过春秋初期的扩张之后呢 此时的楚国已经成为了南方的第一大国了 而且呢 就算是放眼整个诸侯国 那也是一流的强国 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国家 比如说齐国近国之外 那已经很少有国家能够抗衡楚国了 所以接下来的时代呢 就是几个强国开始争霸的历史了 春秋中后期的历史啊 基本上是这样的 首先呢 秦 晋 齐 楚 宋 正 这几个一流强国率先脱颖而出 甩开了其他国家 逐渐开始争霸 接下来呢 齐国先是在齐桓公的时代 称霸成为了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国 不过呢 齐桓公死后 齐国很快开始内乱了 国力开始瞬间暴跌 所以接下来呢 其他几个一流强国 开始争抢霸主国的宝座 在这个过程当中 晋国和楚国逐渐退映而出 秦国被晋国堵在了西方 齐国则是被晋国压制 宋国和正国之类的国家呢 则是先后被楚国击败 融入了二流国家 到了春秋中期之后呢 这晋国和楚国就开始了 长达近百年的相互对峙 在这期间呢 晋国长时间占据上方 楚国则是长时间被压制 所以到了春秋后期的时候啊 这晋国为了彻底击败楚国 在楚国旁边扶持了一个吴国 而楚国为了牵制吴国呢 则是又在吴国旁边扶持了一个越国 因为楚国出手比较晚啊 这吴国率先壮大了起来 此后呢 楚国在吴国和晋国的夹击之下 一度被吴国打到了楚国王都 后来虽然在秦国和越国的帮助之下 顺利复国吧 但这一战呢 也是让楚国随时惨重 同时呢 晋国内部又开始出现了 士大夫家族掌权的问题 所以到了春秋末期 基本上就是以吴越两国 作为主角的争霸史了 在吴越两国争霸期间 这楚国则是在养伤 之前差点被吴国打到灭国的那场战争啊 虽然是让楚国国力大损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楚国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恰恰是因为这场战争 让楚国内部重新洗牌了 不至于再出现晋国那种 士大夫家族掌权的现象了 这就是为什么 同为春秋老牌强国 习国后来被田家曲儿代之 晋国被三家瓜分 楚国却能一直延续不断的原因 另外呢 这场战争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让楚国国军重新抓回了大权 在这之后呢 重新复兴的楚国 因为很多旧贵族在之前的战争当中消失 所以出现了很多势力空白 因为这个原因 国接下来开始实行一种很特殊的制度 这种制度呢 叫做封军制度 所谓封军制度啊 就是指国王把一块领土 封给国内有功的大臣 或者自己的子孙后代 但是同时呢 封出去的这块土地不可世袭 一旦大臣或者国王的子孙去世呢 这块地方还是要被收回国有的 另外呢 对于封出去的这块土地 被封的大臣或者王子王孙 只有收税的权利 没有执政的权利 这种制度呢 无疑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三家分禁这种事情 在楚国再次上演 在春秋末期的时候 这种制度相对来说啊 要更先进一些 所以楚国才能凭借制度的优越性 重新恢复了过来 甚至到了战国初期的时候呢 可以进一步吞兵越国 成为南方的超级大国 但是这种封军制度呢 同时也为后来的楚国埋下了一个大雷 就这样 随着楚国不断恢复 历史进入到了战国时期 而到了战国时期啊 一项新技术的出现 则是开始改变所有中国国的命运了 这项技术呢 就叫做 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啊 这野铁技术都是相当重要的一项技术 而且不管是在哪个文明 野铁技术的成熟 都会给社会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 因为铁锡锻造技术一旦成熟之后呢 这生产力和战斗力都会大幅增加 这会导致社会开始出现方方面面的新问题 比如说在重地这方面吧 以往的时代呢 大家基本上都是用青铜器 或者木器来更立的 生产效率极低 而且相对来说呢 这开荒的难度也很大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战国之前的普通平民 宁可租重贵族的土地 也不愿意自己去开荒 因为开荒的成本呢 实在是太高了 不过呢 这铁器开始普及之后啊 这情况开始瞬间变得不一样了 随着铁赤农具开始普及 大家开荒的难度迅速变低 这样一来呢 大家就可以开肯新的土地 而且也不用再租重贵族的土地了 这就导致原本的景田制彻底崩溃了 再比如说呢 在打仗方面 青铜器的硬度 那是远不如铁器的 所以呢 使用铁制武器的军队 战斗力要远胜过使用青铜武器的军队 而且呢 铁制武器的出现 那也是让战争的规模和形态 开始出现了变化 所以呢 随着野铁技术逐渐成熟 穿秋战国交替的这个时代 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大变革时代 除了出了一大堆的思想家之外啊 这各国的旧有政治制度 也无法再满足生产力的进步了 这样一来呢 各国对旧有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和变化 自然也就势在必行了 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 战国初期 从晋国当中越狱而出的魏国 首先开始进行变化的 这个国家呢 是一个新出现的国家 历史包固比较轻 所以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呢 基本没有多大阻力 反倒是那些老牌国家 国内各种利益关系 根深蒂固 想要进行改革 阻力极大 卫国完成变化 这卫国瞬间就成了 列国之中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当时的卫国呢 国土面积和人口 虽然只是当年晋国的一部分 但是整体的国力 却比之当年最巅峰的晋国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的卫国到底强到什么程度了呢 举个例子啊 阴晋战当中 卫国这边由五起率领的五万新兵 直接正面打垮了秦国的五十万主力精锐 一当时不再赢了 而且还是一般倒的屠杀 这样的卫国到底有多强 那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这样的卫国 各国自然都开始深深羡慕 打算笑吧 尤其是楚国这样的老牌强国 此时经过了上百年的恢复之后呢 早就已经彻底从当年的失败当中恢复了过来 但问题是 尽管楚国已经恢复了过来 还是打不过变法之后的卫国 反倒是被卫国打得急急败退了 所以呢当时的楚国整个高层都开始想要变法 希望通过变法强大起来 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 彻底改变了楚国的国运 这个人呢就是五起 五起之前啊 他本来是在卫国效力的 卫国变法之后呢 强大的军队几乎就是五起一手缔造的 但是后来呢 五起因为功劳太大 遭到了卫国君臣的记恨 所以不得不离开卫国 而五起离开卫国之后呢 很快就被楚国招揽来楚国工作了 五起到了楚国之后 很快呢当时在位的楚王 便把所有的变法工作都交给了五起 因为卫国那边的变法情况 五起几乎都是了如指掌 而且卫国的军队呢 也是五起一手缔造的 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 实在是没有人比五起更多变法了 而五起接受任命之后呢 也是不负众望 很快就拿出了一大堆的改革方案 但是当五起拿出这套改革方案的时候呢 整个楚国高层却瞬间哗然了 因为五起的这套改革方案呢 直接触动了楚国贵族的核心利益 按照五起的改革方案 所有学员关系相对较远的贵族 都得被赶到楚国边境去开荒 而且呢 国家也不会再掏钱再供养他们了 五起的这个计划 那无疑是从根本上触及到的 楚国贵族的利益 但是因为当时在位的楚王 对五起几乎是堪称毫无保留的支持 所以这些旧贵族尽管反对 当然也无可奈何 只好老老实实的去边境开荒 也正是因为这位老楚王的支持吧 五起的变法才得以顺利的实施下去 楚国呢也得以通过五起的变法 逐渐强大起来 就这样 在五起主持的变法运动下 仅仅只过了七年 楚国就迅速强大了起来 并且形成了一套新的社会制度 经过变法之后的楚国呢 迅速强大了起来 直接正面击败了魏国 这在五起变法之前 是绝对不敢想象的 不过呢 就在五起变法的关键时候 楚国的老国王忽然去世了 这位老国王的去世啊 对于楚国的国运来说 可以说几乎是最重要的转折点了 因为这位老国王去世之后呢 新继位的楚王 对五起又多有忌惮 不愿意支持五起 而那些旧贵族呢 又想着要报复五起 所以最终呢 在老光的葬礼上 楚国的旧贵族们 突然暴起刺杀了五起 而五起被杀之后呢 新继位的楚王 虽然借着五起被杀的这个事 大范围的清理掉了 不少国内的旧贵族 让国内的势力重新戏牌 而且呢 这位新楚王也知道 五起变法的好处 将五起的很多变法成果 这位新楚王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 尤其是在封军制度这个事儿啊 他不得不全面妥协 这就为后来的楚国 埋下了一个超级大雷 除此之外呢 五起进行改革的时候 因为改革出动的利益太多了 再加上改革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五起并没有触碰到土地问题 而土地问题 恰好是古代所有改革当中 最核心的问题 任何没有触碰到土地问题的改革 都只能算是进行了一半 所以后世也有很多史学家推测啊 五起当时可能也是留了后手 打算是先进行容易的改革 再进行更深层次的土地改革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呢 就在改革进行到一半之后 那位老楚王忽然去世了 这就导致五起主持的这场变法呢 不得不半途而废了 当然五起的这场变法啊 也不是一点成果都没有的 除了没有触碰土地问题之外 在其他方面 比如说军队或者社会制度方面 五起的改革成果 基本上都被保留了下来 也正是靠持五起改革的这点劳本啊 接下来呢 楚国又强盛了几十年 但是问题是 五起的变法呢 本来它就是一场不彻底的变法 而作为实力阶层的楚国贵族呢 依然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不干活 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如此一来呢 五起的这份功劳簿 又能被楚国吃多久呢 自从五起去世之后啊 大约过了二十多年 秦国那边就开始进行商鞅变法了 商鞅变法是一场很彻底的变法 直接触碰到了土地问题 确定了秦国内部的土地私有制 在这之后呢 秦国就开始不断壮大 成为了楚国新的敌人 而五起被杀四十多年之后呢 屈原就出生了 屈原出生之前的楚国啊 基本上就是如此 而等到屈原出生之后 此时的秦国已经彻底崛起了 便开始逐渐东出了 与此同时呢 当年五起改革的成果 也被楚国消耗殆尽了 这样一来呢 楚国在面对其他诸佛国的时候 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优势了 就以秦国为例啊 这秦楚两国交战的时候 秦国士兵为的是杀敌立功 因为按照秦国的制度呢 杀敌之后可以从国家那边获得土地 而且土地是永久性质的 而楚国这边呢 楚国士兵则是往往迫于贵族的命令 不得不参战 这样一来呢 双方士兵作战的动力就截然不同了 结果呢 虽然也完全不一样了 死消避障之下 楚国自然是节节败退 再也不是秦国的对手了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屈原逐渐长大 而后逐渐成年走向了仕途 和普通的平民不一样啊 屈原是真正的贵族之后 屈原的祖上呢 也曾经是楚王之子 不过那已经是春秋初期的事了 因为屈原祖上没有继承王位 所以后来呢 他们家这一阵就逐渐成了 楚王的远方亲戚 到了屈原这一代啊 和当时在位的楚王之间呢 屈原关系就很远了 而且屈原他们家呢 后来也是家道中卧 除了有个贵族偷家之外 基本上和平民没有什么区别了 不过正这种身份 从根本上决定了屈原的命运 因为是贵族之后啊 所以屈原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酷爱读书 家道中卧 所以有机会感受平民的生活 这让屈原后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呢 可以从平民阶层的角度去思考 就这样 等到屈原长大之后 顺利入世的时候 当时楚国这边正是楚怀王在位期间 而秦国那边呢 则是秦桧王在位后期 当时的楚国啊 已经把几十年前 无期改革的老本彻底吃干净了 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楚国彻底吞并了越国 国土面积大幅提升 国力也是越发雄厚 但是国内的矛盾呢 也是越来越多了 反观秦国那边啊 此时则是越来越强了 国内的体制焕然一新 秦国从上到下 都有着强烈的对外扩张的欲望 此时的秦国呢 还处于上升起 楚国呢 则是已经到了顶点 然后即将开始走下坡路了 对此 当时在位的楚怀王 其实也是亲知肚明 他很清楚啊 想要改变楚国的现状 唯一的机会 就是进行一场彻底的变法 可是问题在于啊 因为吴启之前做过的一些事 导致楚国贵族 后来只要听到变法这两个字 马上就会极为反感 这也是之前的几十年当中啊 楚国一直没有进行变法的原因 不是之前的几位楚王 不想进行改革 而是国内的阻力实在是太大了 大到连楚王本人都无法改变的地步 所以呢 只有等到几十年之后 等到当年被吴启发配到 边疆开荒的那批老人 全都去世了之后 楚国才敢重新提变法的事 此时的楚国贵族呢 对于变法依然有很强的反对声音 但是却不像之前的两代人那么坚持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当时在位的楚白王 才敢重新提变法的这个事 而当楚白王提出了变法之后呢 很多的楚国旧贵族 马上就警惕起来了 生怕当年吴启变法的事情 再次发生在他们身上 所以后来呢 楚白王不得不稍稍妥协 决定不再请楚国之外的人 来进行变法 而是要请楚国国内的贵族 来主持变法的相应事宜 不过呢这样一来 如果从楚国贵族内部挑选的话 又该挑选谁呢 高层贵族肯定不行 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如果让他们主持变法 他们不光不会变法 反倒会利用这个机会 尽可能为自己捞游说 维护自己的利益 要是那样的话 那楚国的变法就彻底完了 唯一的机会呢 就是找一个像屈原这样的底层贵族 虽然是贵族 但是因为家道中落 从小过挂了苦日子 自身有变法的动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当时年纪轻轻的屈原呢 楚怀王火速提拔上去 负责楚国的变法 据史学家考证啊 屈原被楚怀王提拔上去的时候 最多就30岁左右 30岁左右的屈原 那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 自信可以凭倦自己的努力 彻底改变整个国家 帮楚国彻底完成变法 关闻前317年 屈原被楚怀王正式任命为左徒 开始负责楚国的变法工作 但是此时意气风发的屈原呢 却怎么都想不到 楚怀王的这个任命 会成为他日后人生悲剧的开始 当时的屈原呢 虽然有楚怀王的信任 也有一腔报国的热血 但是想要完成变法这项工作 他却缺少了两项最重要的资本 首先是变法的经验啊 这屈原和当年的商鞅呢 虽然都是年纪轻轻 就开始主持变法工作 但是商鞅是真正去过魏国的 并且在魏国做过一段时间的官 深入了解过魏国的变法结果 所以到了秦国之后呢 商鞅可以完全照顾了画表 直接把很多成功经验照搬到秦国 屈原就不一样了 屈原从小是在楚国长大 没有任何在其他国家做官的经验 所以屈原所有的变法心得呢 基本上都是从史书上学来的 这就注定屈原的很多经验 会有些过于生硬 同时呢 也会有些不接地气 其次呢 这楚国因为之前 有过一次变法失败的经验 导致楚国国内的贵族 对于变法的抵触力度 要远大于之前的行过 这就导致屈原遇到的阻力呢 甚至要比当年的商鞅更大 如此一来呢 屈原想要变法成功 自然就很困难了 不过呢 困难归困难 但是屈原还是坚持了下来 而且呢 从楚国的历史来说 这已经是楚国最后的变法的机会了 因为秦国当时已经通过商鞅变法 彻底强大了下来 而春秋时期 其他的小国呢 也已经被彻底揭并殆尽了 战国西雄当中 此时的赵国也在进行变法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红服骑射运动 从整个历史的角度来看 这已经是各国最后的变法的机会了 因为再之后 随着那些小国彻底被消灭 历史就进入了七雄争霸的时代了 大家开始玩合纵连横的游戏 到了这个阶段 还没有进行变法的诸后国 已经无力再进行变法了 而是要疲于应对外部的战争 所以屈原主持的这场变法呢 已经是楚国最后的机会了 但是这个机会 因为旧贵族的反对 再加上屈原本身的能力问题 其实也只是有半个而已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 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开主持变法工作之后 没过几年 就遭到了旧贵族集团的权力反对 因为屈原的改革真的是直接触碰到了 他们的核心力 也就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所以在这之后呢 很多旧贵族就开始联合抵毁屈原 楚怀王也不得不暂时 罢恕了屈原的左徒之职 改认为三绿大夫 所谓的三绿大夫啊 也就是掌管祭祀和教育的贤职 当时楚怀王的这个命令呢 或许也是有着保护屈原的意思 想要让屈原趁机把这些变法改革的思想 传递给下边的贵族子弟 但是接下来呢 没过多久 秦国就开始进攻楚国 而且在这之后呢 历史就进入了合纵连横的时代 作为南方最重要的大国 楚国注定是无法置身失败的 必须要加入到这个游戏当中 所以在这之后呢 楚怀王不得不把屈原叫回来 帮他应对这些合纵连横之类的事情 这个时候的屈原呢 依然不改自己的初衷 在他上任之后呢 虽然无法负责变法工作 但是屈原还是一直在努力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呢 屈原一直坚持合纵 要联合三进制衡秦国的东出 但是因为秦国的破坏 再加上楚国内部的矛盾 导致楚国经常是摇摆不定 对而在楚国摇摆不定的过程当中 秦国开始逐渐攻城越地 逐渐向东扩张 而楚国这边呢 屈原虽然一直都在努力 但是却被楚国的旧贵族忌恨 这些楚国的旧贵族啊 伤怕屈原得失之后 会再次进行变法 所以开始变着方的对付屈原 并且在楚怀王耳边诋毁屈原 就这样 十多年之后 在一大堆的旧贵族诋毁之下 楚怀王不得不再次罢免了屈原 并且将屈原流放 对于屈原来说 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挫折 对于楚怀王乃至楚国来说呢 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无奈呢 说到底 还是因为当时楚国内部的旧贵族势力 实在是太过强大了 在楚国的旧贵族当中 很大一部分贵族 其实都是支持楚国联合秦国对抗三进 也就是所谓的连横 因为在春秋时代呢 楚国一直都和秦国交好 这才得以阻挡进国 甚至于后来楚国差点被打到亡国的时候呢 那也是秦国帮忙才得以复国的 所以对于很多旧贵族来说啊 和秦国联手 更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利益 但是屈原却坚决反对联合 主张和三进联合 制衡秦和东出 如此一来呢 那些旧贵族自然就更加记恨屈原 更加不愿意让屈原翻身了 就这样 到了屈原中年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件事呢 不光决定了屈原的命运 同时也深刻影响到了 整个战国历史的走向 公元前299年 楚怀王被秦国匡骗 前去参加与秦朝相亡的会盟 结果呢 到了秦国的地盘之后 秦国忽然就翻脸了 直接扣下了楚怀王 将楚怀王彻底囚禁了起来 此后呢 秦国以楚怀王为筹码 要挟楚国交出土地 楚国的高层自然是不愿意的 还直接用力了楚怀王的儿子登记 这就是楚清相亡 至于楚怀王呢 则被秦国软禁了三年之后 最终死在了秦国 而随着楚怀王去世呢 已经人到中年的屈原 自然就变得更加失落了 楚怀王在世的时候 屈原或许还有再度被起伏的那一天 可是如今呢 楚怀王的儿子登记 这位新登记的楚清相亡 之前做公子的时候 就和屈原持相反的意见 如今他登记做了楚王 自然就更不会用屈原了 果不其然啊 这楚清相亡登记之后呢 屈原别说复职了 就算之前的三绿大夫也不能做了 在这之后呢 屈原更是直接被流放江南 直接被踢到了楚国最偏远的地区 再也无法顾问朝政了 然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啊 这屈原依然无法放弃 他依然在幻想 或许某一天 楚清相亡能够想通 意识到楚国变法的重要性 会重现重用自己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啊 哪怕屈原晚年一直在被流放 但是在这期间呢 屈原依然没有彻底放弃 反倒是写下了 无数流传千古的诗篇 真正压垮屈原的 其实是屈原晚年这十几年当中 秦国那边的动向 就在屈原被贬出之后不久啊 这秦国就开始逐渐东出了 在这十几年当中 秦国更是拿下了整个疫渠 以及八处之地 到了这个时候呢 就算是在地盘上 楚国也已经比不上秦国了 此时的楚国呢 地盘不如秦国大 体制不如秦国先进 人口也不如秦国多 到了这个时候 就算是楚王想明白 开始支持屈原变法 也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不然前278年 秦国更是进一步东扩 这一次呢 秦国直接拿下了楚国的国都 而中原地区呢 韩魏两国也早就被秦国打残 再也无法阻止秦国扩张的步伐了 到了这个时候 屈原明白 不管自己在做什么 他都已经无力回天了 不可能再挽救楚国的灭亡了 对于一个忠臣来说 最残酷的事情 莫顾于自己明明知道 国家已经快亡了 但是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家 一步步走向灭亡 屈原不愿意看到楚国灭亡 但是他又无法改变这一切 所以最后呢 屈原只能伸透蜜落江 在楚国灭亡之前 先结束自己的生命 让自己的清白 可以如同蜜落江水一样 永远地清白下去